绿豆汤 销下解暑的绿豆汤 哎呀 今天可能是23号吧 我都忘了 7月23 哎呦呦呦呦 礼拜天 这个昨天22号 昨天啊我们两口子逛街去了 这个媳妇啊买两件衣服 然后买了三件吧 爱买多少件吧 反正高兴就行 买点衣服 然后这个啊 完了我们又吃的美食吧 西班牙北部的特色 巴斯克 巴斯克的特色 完了之后吃的叫什么 红烧牛尾啊 特别好吃 特别的软糊啊 软糯 入口即化啊 然后昨天溜达了八个小时 才回家 啊 当然有时候还吃点小点心啊 喝杯咖啡呀 啊 然后回来之后 感觉累 又困 这个吃的桃吧 还吃点什么呀 然后竖竖口就睡了啊 哎你别说睡的还真香 睡了七个小时 啊 然后这个猫啊 有事了啊 猫猫啊 猫开始有动静 我还得伺候他 然后狗又有动静 狗又到床 床头去扒了我 拿他那个小前爪 啊 他可能不是左撇子 我是左撇子啊 然后挠我 刀我 嘿 完了之后又得吃 又得喝 又得拉 又得撒 啊 我还得伺候这猫了狗的啊 然后 接着再睡 伺候完他们 接着再睡啊 这我看这两天呀 说实话 我看这个 其实我对中国的政治 啊 中国的什么高层人物 我都有点腻歪了 腻反了 我都不愿意聊他们了 不愿意看他们了 说实话 挺没意思的 是吧 我自己在这生活太美了 是吧 蓝天 白云 大海 美食 对吧 清洁的这个 这个 是吧 空气 放心的饮用水 对吧 吃东西也放心 也美味 对吧 地中海的气候 地中海的饮食 橄榄油 是吧 西红柿 番茄 偶尔的喝点小红酒 是吧 这个 小咖啡 对吧 这日子太美了 说实话 李克强 李强 说难听点 我这人素质比较低 李克强 就像一个装逼的 李强呢 说实话 我有点不厚道啊 就那种小市民 胡同串子 李强 我怎么觉得就跟个傻逼似的 真的 一个装逼 一个傻逼 是吧 你看现在跟三孙子似的 出国访问 去欧洲 连个总理的专机都没有 叫包机 怎么一说到包机 然后这个 哎呀 是吧 个儿又矮又胖 怎么就让我想起了温州的那些搞推销的人 是吧 温州改革开放刚开始 是吧 当然温州人很勤快啊 十几岁就出来混 啊 我那会接触的浙江温州那边的 然后那个 那个福建的 十几岁 十四五岁 人家出来闯荡 到北方来 到北京来呀 到全国各地 真的是挺佩服人家的 但是你说这个 一个国家领导人 啊 反正是吧 这个状态 完了点头哈腰的 一点主见都没有 然后这个完全是听喝的 是吧 给人家当这个随催 啊 碎催吧 碎催或者随催 就跟三孙子差不多 整个这国家越来越玩完了 越来越完蛋了 是吧 其实我还是对这块土地 对这块土地上的十四亿人 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是吧 虽说我这没念过书吧 我连高中都没读过 初中毕业 可是你看我这么多书 是吧 我是对这个真理 是吧 对真理呀 对正义呀 对真相啊 对历史啊 地理啊 是吧 对地理历史感兴趣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爱国的人 是吧 当然我说的这个国 可不代表某一个党派 是吧 是对这个土地 是感兴趣的人 是有一种爱心在里边的 然后这两天 我看李强又说这个什么 叫什么 又要搞城中村的改造 这个我想聊一聊 是吧 城中村 啊 其实 回忆回忆 我们小的时候 其实北京就像一个村 我小的时候 我是七零后 而且我是七零后 比较靠钱的 我都五十多了 这个 我们小的时候 那会儿没有私营的商业 没有商店 没有餐厅 一切都是共产党 一切都是国营啊 一切都是公家的 所谓公家的 他没有任何的服务 像我住在安定门外 像我们那边啊 一到晚上就黑漆漆的 那路灯啊 当时的照明啊 那个供电都是很差的 那中国那叫一个穷 是吧 然后到冬天也就吃点大白菜 吃点胡萝卜 吃个豆腐 吃个王志和的酱豆腐 臭豆腐啊 偶尔的吃个炒鸡蛋 哎呦 就觉得是美味了 你看看我有三个姐姐 一个哥哥 哎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态度 就不一样 比如说家里边炒一盘炒鸡蛋 可能三个五个炒鸡蛋 每个人就分一块 然后就着那个窝头 我倒是从小爱吃窝头 是吧 我不爱吃细粮 我爱吃粗粮 哎 然后有的人 比如说我的哥哥姐姐 或者其他的亲亲啊 什么的 他们有的就把那个 那个鸡蛋 一看见有鸡蛋 咔 就赶紧就就放嘴里就吃了 后边呢 就没有好吃的了 比如说就吃点白菜 帮子呀 吃点什么酱豆腐啊 我不是 我把这好吃的放在最后吃 是吧 把这鸡蛋 我不舍得先吃别的 最后哎 香一大口 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吧 生活态度啊 不一样 啊 然后那个一到晚上 天黑的也早 感觉那会儿 冬天也冷 啊 然后就漆黑一片 街上有路灯 也是那个灯光是非常非常昏暗的 就是那个毛泽东时代那种物质匮乏 然后一到晚上有的时候还没有电 没有电就点蜡 有的时候也不想点蜡 就比如说家里边就就就黑的灯啊 然后就上床睡觉啊 什么的 是吧 虽然我们家自己是有一个单独的小院 但是那个房子 但是那个房子 我记得七几年的时候 然后还是那个 呃 是什么我想想 是稻草啊 就是分了好几层 我们家那个床 两三层吧 好像家里边孩子也多 然后我就睡在最下面 是稻草的 啊 然后当然是比较干净的稻草 倒是没有什么 狮子呀 什么臭虫啊 倒没有那些东西 还是比较干净的 因为我妈是一个特别利索 我妈这个人特别好强的 这么一个女性 虽然她的知识啊 什么的上学啊 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 是非常的那种 有那种上进心 咬着牙的活着 就非常的努力 非常勤劳的 所以我们家状况还是不错 比那些大杂院的 什么的邻居要稍稍好一点啊 然后 街上暴土阳长的 暴土阳长的 有土 我记得我上初中了吧 就是八几年 然后在那个公交车 我在安定门内 上学啊 最早在那个东丹那边上学 后来太远了 转学 反正一下车 我们那会穿布鞋 就是一层土 其实北京在我印象中啊 因为每一个人生活的地域不一样 在我印象中 每个人经历不一样 就是北京真正走向城市化 还就是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 啊 办亚运会之前 我忘了是哪年了 可能是前一年或者前两年 88年89年 就把安定门外大街上的很多的住户给牵走了 给牵走了啊 然后就开始又盖楼啊 什么的 然后那个土就没有了 之前那个土就跟那个烟似的 那脚一踩 就冒烟啊 反正是 然后马路两边那房子都是平房 然后那个台阶啊 包括院墙啊 甚至包括房子呀 它都是那种 叫什么 都是那种砖头垒的 那种碎砖头 我记得我们那有个坡 叫窄子坡 有个宽筋 不是交道口南边那宽筋 安定门外有个宽筋 还有个陈家胡同啊 就是姓陈的陈 陈家胡同等等的 什么左家胡同 是吧 反正我们那边啊 都是 有那个大宽马路在那个地毯公园西边 也是一胡同 然后胡同 然后两侧 有坡 有那么三四米四五米的坡 坡上面还有好多人间 我记得那会儿 我们跟那玩啊 什么的 后来就 一搞这个亚运会搬走了好多人 你像我那个什么婶儿就 小婶儿就 就是我妈的 我妈的亲表弟吧 我妈的亲姨家的儿子 就搬到亚运村那边去了 他是那个天坛家具公司的 一个资深的业务员 天坛家具公司就是那个 北京市最大的 那个那个国营家具公司嘛 原来叫北交木财厂 我记得七十年代末 或者八十年代初 北交木财厂就离我们家北边 三四百米 有一个存大木头的一个 一个露天仓库 发生了火灾 又那个火那叫一个大呀 着大火呀 然后那个 我们还都去看热闹 然后就往那方向走 到不了火场 就那个火呀 就烤着我们那脸都疼 脸都生疼 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那大火把那木头烧毁了好多呀 好多人都搬走了 还有我舅爷他们家 我舅爷 有可能俩闺女 有五个还是六个儿子 反正他生了七八个孩子 我舅爷姓胡 就搬走了 他们都搬走了 可能都搬到亚运村那边去了 喝口水 喝点这个绿豆汤 在自个儿家 就是比较放松的状态啊 然后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 我们家实际上是东城区 几乎都最北边了 东城区几乎最北边 然后我们家在往北 大概也就是个三四百米 就是朝阳区 那个叫什么太阳宫公社 后来 后来叫什么安华里 安华西里 就那一片 就是那个青年沟路 和这个外馆斜接的 就就这个南北两侧吧 就是这个这个柳音湖 原来叫窑坑柳音公园 这个地方现在也盖楼了吧 原来那个地方就是平房 他们那边就是农村户口 就是朝阳区 太阳宫公社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往北盖水桥 还有什么太阳宫宾馆 江苏饭店 然后那边就 他们那边就可以养狗 我们这边东城就不能养狗 然后他们那边院里和院外吧 就种着向日葵什么的 就是那种农作物之类的 当然也很少了 然后我们这边好像就不行 所以当然我们这边可能也没有种的 不知道行不行 也许行 也许行 然后有那么点印象 夏天走在那个阳光下边 感觉很热 这都是我童年的回忆了 然后后来我们那边也拆迁了 我们那92年就拆迁了 92年我们就搬到南城 搬到永定门外 沙子口 然后三年左右 95年我们这边盖好了 我又搬回来了 然后就我老去太阳宫 因为我是做粮油批发嘛 太阳宫就在北三环边上 农贸市场 批发市场去那拉货 周围都是村 那村叫什么十字口 村叫什么村 后来他们那也拆迁了 那个农贸市场也没了 后来叫什么红洗台呀 叫什么什么 还有一个这个小区 还是卖的挺贵的 还有什么人民大学的朝阳区的分校什么的 还有中国海海洋石油 中海油的一个大厦什么的 盖了好多 当然再往北到北四环 就是什么韶瑶居呀 那都是过去都是农村 就北京这种摊大饼式的这种的 这种的发展啊 一波又一波的啊 然后就跟那个水上扔一个砖头 那连椅呀往外样啊 不断的往外样往外样啊 然后那会儿插阳宫 后来那拆了 我就去那哪拉货了 又去那个青年沟路 就在东四环外 东五环内青年沟 青年沟呢 原来也都是农村 后来我去的时候已经不是农村了 是盖了好多仓库区 我那会儿到潮批 北京是最大的国营的这个副食品批发 潮批在那有库房 还有其他人 那大库房特别大 特别高啊 那都是仓库区 还有北京市积电公司的仓库区 像我们有的街坊什么的 我们家隔壁啊 那家姓陈的 他们家也也在那上班啊 那会儿那边那个都 就已经是臭水沟了 然后有一些那个仓库区 有一些破平房 其实真正的农民 那会儿已经他们就 也不种地了 反正你要说他也不是工人 他也不是机关干部 他也不种地 就靠着家里边的房子 出租一些房子为生了 就北京话这叫吃瓦片的啊 这个啊就那样 后来那边盖上楼了 什么青年城啊 叫什么东西啊 我有的邻居 对安外大街的 那个地毯体育馆的 南边那一条线上的 有些他们那儿 搬走了 原来好像也是楼房 后来又说是什么 微旧房也给他们拆了 还有安外大街的 像我那个什么长府旧啊 可能叫长府旧啊 长府旧啊 很多那个像我们那个 河北的白杨店的老乡 原来都是到北京来谋生的 1930年代 1940年代 到北京来谋生的那些人啊 当然他们都算北京人 都是北京户口 然后也都搬走了 啊 我那长府旧也都不在了啊 包括他那老妈 包括他那妹妹 妞子姨 195中的老师 还那会儿我表弟 从湖北实验过来 还是在他的班里边 他当班主任给安排的 然后长府旧仨儿子吧 那个老大叫小梁子 小梁子后来是承包 那个那个 保力 就是做军火 那个保力大厦 东四十条那的歌厅 二楼那歌厅啊 这些人现在都见不着了 啊 我妈还跟他们原来有联系啊 然后那个叫大贤姨吧 就是长府旧的老婆 我们叫大贤姨 那跟我妈都论姐妹 后来他们搬到交代口吧 菊儿胡同吧 那搞了一个回迁的那个房子 不高 可能五层的那房子 啊 然后 马路西那个胡同 是叫菊儿胡同吗 我妈好像带着我去过一回两回的啊 啊 很多这个老人啊 这个慢慢的 这个比如说我奶奶八零年左右去世的 那一拨老人啊 跟我奶奶有来往的 基本也都不在了 我奶奶又不在了呢 这都奔着我奶奶来 也都啊 也就不来往了 我爷爷的什么外甥 就是那个大地主 家里边一两千亩地都不止的 姓刘的 啊 我那个三的掰 三的掰也不来了啊 也三的掰也不在了 啊 然后那个 他那儿子叫叫什么 叫秋海 姓刘叫秋海 后来我做粮油批发的时候啊 他还到我这来过 还聊了聊 然后这个这个留了个名片吧 不知道那名片还有没有了 很多年不联系了 秋海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这个表亲 但是也都没来往了 也都不联系了啊 一表三不亲啊 一辈亲 二辈表 三辈四辈就拉倒啊 我奶奶活着的时候 我们家的人缘是最好的 我老叔结婚 哎呦 来了多少 这个亲朋好友啊 哎呦呦 那个送的礼物 那会儿就流行送点心匣子 那点心匣子都 那个那个那种大柜啊 就那种大长条的木头的大柜 一跪两跪的都是 显得特有面子 那会儿啊 那自行车 那会儿都没有汽车啊 都自行车 整个胡同都满了 都是来这个喝喜酒的人啊 啊 好多 还有个词叫蚁族 蚁蚂蚁的蚁 很多人就是穷吧 没钱 就住在那个唐家岭 就是海淀 都北五环外 那个那个上帝那边 上帝北边有个村 叫唐家岭啊 那个地儿再往北 就是北青路 北京航天城 那个总装备部 国防科工委 第二炮兵 很多军队都在那 航天城 卫星测空站啊 就那个唐家岭 那个村 当地人都发财了 他把楼盖的特别高 家里边有地 有宅基地就盖楼 租给外地人啊 你这个一户人家 就能租个十几户 二十户 甚至更多 他们都发财了 后来说这个出了好多事 也着火呀 有一些意外死亡啊 就全给他们轰走了 那个词留下来的叫乙族啊 后来我也是不断的搬家 后来我们95年回迁 回安定门 又住了 我在安定门又住了11年 到06年我就搬走了 搬旺京 我是0304 在旺京买两套房 啊 06年搬旺京的时候 有时候晚上要坐地铁 回旺京 在那个旺京西 哎 那周围都是野草 荒草 黑骨隆隆 哎呀 是吧 现在你看旺京 尤其那大旺京商务区什么的 啊 这现在都很很现代化了 但是 并不可爱 并不宜居 并不亲民 让人感觉冷冰冰的 而且感觉这里边很多的黑暗的东西 那个大旺京村拆迁的时候 那个警察拦住老百姓 老百姓要去上访 把他们的事给揭露出来 警察拦着打 把老头老太都打一顿 老头老太坐公交车 把公交车截住之后 催个装派出所去打人 啊 大旺京村 原来那我都常去 我住那小区就挨着 然后大旺京村里边的那个那个开发廊的 那小发廊 那些卖银的女的 呃 那个他们的那个那个收保护费的保护这些人的 是一帮藏族人 那我不知道是西藏的还是四川的青海的 反正是藏族人啊 这个他们当的保护伞啊 旺京啊 怎么得名的啊 大旺京村 小旺京村 还有个旺京台 我有个小学同学姓李 原来就住在那个小旺京村 就住那村里啊 我还去看他 1989年 春天吧 好像六四还没开枪之前 我去看他 然后他爸还留我 那个在他们家那吃点饭 晚饭喝点酒啊 喝一杯酒 小孩那会儿也不是说喝大酒啊 这个因为他爸他妈原来都住安定门 都住安外那个西营房 住西营房的那个那个建议楼啊 后来他们又搬到小旺京村 可能是他妈的娘家吧 那村 他们家有单独有个小院 我记得院里还有棵棗树 后来就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电话什么的 后来就没有联系跟这同学 但是后来我搬到旺京之后 我就不断的打听这同学 啊 我说这小旺京村拆迁 他们那村都拆了 那会儿大旺京没拆 先拆的小旺京 后来他们说他搬走了 搬哪儿也不知道 我也是打听陌生人 向街上溜弯的人打听 哎 后来大概在09年左右 那个旺京那南湖中原 还是叫南湖东原啊 那有一个叫金克龙 大金克龙 有大金克龙 小金克龙 我到那个超市去买东西 哎 我看见来了一哥们慢慢腾腾 慢慢腾腾 从外边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叫什么呀 不叫台阶吧 也不叫楼梯 反正就走上来了 就那种斜的那种 哎 就这样 哎 这个这个坡度非常小的 那个水泥的小坡 那坡道上 哎 走上来了 我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同学吗 哎 这赶紧过去打招呼 哎 我们哥俩又联系上了 小的时候我们就挺好 这关系都住得近啊 这同学哎 也有本事 他是公交车的售票员 公交车售票员也不白干 有一个小姑娘 老坐他车 哎 一来二去 还跟他结婚了 还给他生儿子了 比他小了整整一轮 啊 比他小12岁 娶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啊 所以我们的同学啊 也挺有本事 哈哈哈哈 现在他那儿子也都上班咯 挺好 是吧 所以这个城市化 越来越那个啥 是吧 不断的往外扩展 啊 不断的扩展 后来我又搬回龙冠 我在旺京 06年 8月20号 从安定门搬到旺京 住到了12年的 12年的7月11号 啊 差一个月09天 不到6年 我又搬到回龙冠去了 回龙冠是租的房吗 回龙冠啊 那地方原来都是农村 啊 1972年左右 1972年左右 或者1971年 完了这个我二姐 就到回龙冠北边 朱新庄 那会儿叫中央武器艺术干校 那都是江青的点 江青不是文艺界的棋手吗 那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 我二姐 八岁左右被挑上了 就到那住校去了 那会儿的全是农村 那会儿有一回我们那个邻居 叫七叔 我们管他叫七叔 他姓夏 还有我爸 那会儿我爸还正年轻力壮呢 现在我爸都变成一股灰了 都死了十年了啊 然后那个 就那个登了一三轮 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去看我姐姐 路上还下雨了 这个大人们还把那个雨布 雨衣吧 雨衣给我们几个小孩盖在身上 他们淋着雨啊 去那回龙贯北 那会儿都是农村啊 朱新庄啊 后来我住在那个 我一二年住回龙贯的时候 回龙贯都盖成楼了 原来九几年的时候吧 九七年左右 我一哥们 跟我特别好一哥们 他们家原来住新街口外 小西天搬去的时候 他们那小区 叫什么小区 我还是别说名字了 那个小区原来他们周围都是庄稼地 后来都盖满楼了 不过回龙贯有个好处 那儿的房子都比较矮 有点像天通院 不是那种摩天楼啊 后来盖了少量的十几层以上的 都是五层啊 六层啊 这种比较矮的 所以看起来 那种压迫感还是少一点 还是比较舒服的 住了一年多 不到两年 到14年 14年的4月24号吧 我们又搬了那哪了 我们又搬了那个那个 顺义马坡 在那儿又住了一段时间啊 就在那儿住一段时间 那边也盖楼了 马坡那边都是楼了 但是北边还有一些村 什么东风乐呀 西风乐呀 西边有什么秦武瑶啊 西北有什么京卷啊 当然更往北的话 是什么牛兰山呀 是吧 也还有一些村 当然牛兰山那边也盖楼了 是吧 就是到处都在盖楼 那边还有一个什么 桥波滑雪馆 有一个东北的吧 一个运动员 吉林的吧 叫夜桥波 搞了个滑雪馆 还有什么牛兰山的 什么是吧 卖牛兰山 二锅头那厂子也在那儿 反正不断的盖楼 到处在盖楼 整个中国吧 也不光是这个北京啊 连我们老家 我妈的老家 河北仁秋 包括我爸的老家 河北文安啊 有的村里边都搞房地产开发了 像我老旧 我老旧是在北京 混了一些年 后来公司合营 他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木材厂吧 被剥夺了啊 当然不是被剥夺的 不是他一个人 很多人都被剥夺了 后来我老旧就去了 内蒙古包头那边 什么乌拉特起吧 乌拉特前起吧 后来又去的湖北实验 岁是大了 想夜落归根 我妈的老家 狗个庄 大狗个庄 那个村 也盖楼了 在村的西边 也盖了几栋楼 我老旧 和我老静 老静就是静子 就是旧妈 也回那住去了 到处连农村也盖楼 可能是小产权吧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啊 狗个庄 就是杨其良的老家 杨其良的儿女 亲家 就是秦立真啊 这两天传说 说秦刚是他们家的人 但是这个秦立真的大儿子吧 不知道是不是大儿子 秦小英 还是中央外宣办啊 外宣办就是这些五毛吧 都归他们管吧 外宣办的办公室的副主任 如果是外宣办的副主任 就是副部级 如果是外宣办的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 外宣办的 然后办公室主任 那就是一个副局级 办公室副主任 外宣办 我不知道跟这个国新办 是不是一把事 我感觉是一把事 国务院新闻办啊 我住回龙观的时候 对门就是这个国务院新闻办的一小子 一个一个贵州的 停车都不会停 一辆车占两个车的位置 我还到他们家敲门去跟他交涉 我告诉他 我说你不能这么停车 当然他对我很客气 我对他也很客气 但实际上是没素质了 他老婆是一个山东早庄的 还是林仪的 他老婆是百度公司的 他在国新办 国新办可能也叫外宣办 好多机构 你看什么什么网信办 是吧 这不是也是干这个的吗 查你啊 是吧 看你网上说什么了 管你 把你的嘴堵住 不让你说话 是吧 把你的眼睛封上 不让你看东西 这中国人这不是越来越傻吗 对吧 咱们再说这个 搞这些东西 搞这个这个 像李强说 搞这城中村改造 哎呀 很多城市改造城中村都杀人了 像那个张家口 不是张家口 石家庄的有一哥们 就是城中村改造 村长能捞好多钱 他把村长用一个射钉枪吧 给杀了吧 还有河南郑州的城中村改造 好多这种大城市的改造 尤其大城市 他会由中间有很多这个 这些官能捞的钱 是吧 然后 而且比如说你搞这个三通一平啊 搞这个前期的这个拆迁啊 拆迁公司啊 他中间都能捞着钱 然后 所谓的拉动GDP 但是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好处 得不到任何好处 或者是微乎其微的 胡振华 这个人 这是一个回民 回民 他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 那个新疆有一个民族叫克尔克兹 国外叫吉尔基斯 那个语言 在中国这边的语言 那个文字 那些字母是他给创造出来的 我们这巴塞罗那原来就来了一女的 一大姐 他带着他儿子来这学踢足球 他老公就是干拆迁的 就是朝阳区 就是什么太阳宫啊 挖里啊 就那边的啊 那个那个 或者是什么 那个奇家货子 南沙滩 北沙滩 反正就那一片的啊 其实过去他们说话 那个那个他们的朝阳区那边的方言 跟我们都不一样 他们那会儿都算城外了 那会儿他们都是农村的 真正的北京城里的就是东城西城 崇文宣武 那会儿北京城非常小 就像我说的 一到天黑了 就 街上连个路灯 有 也是可有可无的 似有似无的 非常昏暗的 然后任何的 比如说这个 富时商店呀 粮店呀 这个商场啊 都是关门了啊 就是那种 就跟一片死 那就就像死亡之地那种感觉啊 没有任何的那种 私营的商业 什么都没有 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压抑郁闷 然后物质是极端匮乏的 这个一尊 他的小时候也是跟我一样的 当然他比我还要年长将近二十岁 他那个年代中国更穷 是吧 其实按照他的想法 我他妈过穷日子 你们压的也别过好日子 是吧 让你们都穷 你们都穷了 你们就听我的话了 让你们跟我侄尿 让你们打我 小时候受了多少的委屈 被薄熙来他们欺负 骂他打他 是吧 他还进过少管所 是吧 然后被他妈还举报 所以不是说了吗 他一个人的童年的创伤 要全体十几亿人来 帮他来给他治病 帮他承担 是吧 中国这文化也很病态 他不会有这种宽恕啊 这种基督啊 什么以德抱怨呀 你别看见蒋委员长 二战胜利之后 对日本的战俘还是不错的 以德抱怨 是吧 共产党的文化里边 共产主义 苏联的这种体制里边 都是仇恨 他没有宽恕 没有一种大爱 大慈大悲 大人大爱都没有 非常的冷酷 其实也很落后 落伍 说南京点非常的 他妈的操蛋 非常的差劲 反正不咋地 让我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 温馨 这种吸引力 对我完全没有 像就像我们北边 我们那个安定门往北 没多远 就是那个安真桥 过去都是农村 都是高粱地 你看安真桥北边 东北角 那叫圣谷庄 像我的老叔 我爸的那个小弟弟 就在那上班 冶金部的一个什么设备厂 冶金设备厂 圣谷庄 你听这名都是庄 是吧 你再往北 小官 是吧 立水桥 你过去那个 我那表姑姓刘的 我那三十表 在拜他姐姐 都架在立水桥那边 过去都架的都是农村 是吧 那会儿北京特别小 当然现在这个城市的扩大 不光是北京 北京啊 上海啊 是吧 你看那个上海的那个 浦东新区 是吧 那都是过去都是农村啊 对吧 浦西 那算城市 还分上之角 下之角 其实有的地儿都穷着呢 那个那个弄堂里 那石库门的房子 是吧 有的家里边就拉个帘 就上厕所 早上起来去把那个屎啊 尿啊 到外边给倒掉 对吧 有的时候说家里来人了 拉个帘 这边上了厕所 拉个帘就跟你还说着话呢 就那样 是吧 那个住房条件是很差的 是吧 其实也得承认住房是改善了的 是吧 像我是93年 1993年 呃 大概是年初的样子啊 还是冬天吧 然后我就在那个 在顺义 那会儿还叫顺义县 然后那个那会儿叫风博乡 后来叫南彩镇 两个镇合并了 啊 风博乡的河北村 啊 我在那买了一套小产权房子嘛 啊 当然那就是纯农村啊 那个那因为我们家受气了 那会儿那个拆迁吧 我妈觉得委屈了 完了给的房子认为给的少 实际上给的并不少啊 你看跟谁比啊 然后就觉得委屈 我说不然就买一套吧 那会儿我也挣了点钱 然后便宜 他850吧 一平米 800多 买了一个140多平的三居室 二层 我买的是在二楼的 我记得是朝东的 他一层是两户 一东西两户 我在东边 啊 总房款花了11万多吧 买的啊 那会儿顺义 去顺义 还要坐长途车 感觉很遥远的 现在当然这个没有那么感觉了 如果你开车什么的 很多人的住房还是改善了 而且中国这个 这个房价是吧 包括我在旺京买的房 那会儿才6000多吧 后来我又到燕郊买 燕郊也买 燕郊也买也6000多呀 对吧 当然那个6000多 那时候后来了 中间隔了有个11年左右 是吧 后来在燕郊又买的是12900块钱 在中国的问题太多了 是吧 首先政治上你不敢说话 你跟这个中国的党和政府 你稍微有点不一样 你可能就给你关监狱了 是吧 给你弄得你家破人亡 对吧 我那会儿还谈不上反对共产党 我就是搞维权 那那个警察都不依不饶的 对吧 08年09年到2011年 11月15号 我到凤凰卫视接受那个 也不叫接受吧 就参加节目录制 那警察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 就是忘经的警察 还就跑到我们家去了 一个姓张的一个片警 去 然后我媳妇一敲门 我媳妇开门 说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看看你们家有什么需要帮忙了没有 哦 哦 哈哈